你如果说涂了生姜 米酒 甚至什么辣椒 它让你的头皮 感觉到有热热刺刺的 它自己的心理的错觉 就是觉得这样子 好像循环变好了 可是实际上这个都是 就是迷失 因为国外有很多的研究 这些应该都是完全没有效的 涂头不是病 但因为不当的偏方迷思 让头皮无辜被二度伤害 真的很不应该 落法问题要从源头来看 没有没救 只是说常常有些病人来的时候 是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们想要救也救不起来 如何避免难救 医师表示一定要早注意 早发现 早治疗 但有以下的情况也要特别留意 吊法原因有很多 如果是以雄性凸来讲 特色是渐渐变细然后消失 但是另外还有可能是 其他原因的落法 包含像压力的圆形凸 鬼剃头 吊法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是家族遗传 体重过胖 游性痘痘肌 还有生活压力都会造成 医师表示 雄性凸不分男女 治疗的方式也会 依程度的不同来进行 建议男性在第五阶段 女性在第二期阶段 就要先前往到医院 来进行谘商 对症下药 重点是不要相信偏方 不仅徒劳无功 还有可能延误治疗 反而越来越突 人机问是张明晨 正人中台北采访报道